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温德华 恍惚 所以是个华阳汇聚中西文化的交互点 由于国际画廊是一个以发扬中国书画精粹 迈进国际艺术殿堂为终止的画廊 所以对于国际本地及中国书画家来到画展 是有很严谨的挑选限制 国际画廊对书画展的选择 考虑的因素是 这画展能否推动画廊的宗旨 提高本地对中国书画的兴趣 和增强文化艺术的交流 而不是单从经济角度考虑 时至今日 国际画廊已有足够的资源和经验 举办高档和具高艺术水平的书画展 近期国际画廊举办过国际性的画展 包括国际水彩画双年展 浪漫写实派大师Sandra Cook展览 Stanford Plain纪念展 本地重要的画展有 国际大师周世新九十画展 星象星象张俊杰 赵新芳 张恒 陈伯良 联展 郭少刚教授家庭展 李行俭 李玉华福奇连展 陈丰子民寿纪念展 及陈田恩从毅 五十五周年回顾展等 而霍妖曾在国际画廊举办书画交流 赏西会获展出的中国民书画家 有工笔大师 于继高 中国书画报社社长何东 上海书画院旅行院长 岳正文 张恥 陕西书画家协会主席周一波 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副主席吴长江 山东画家鲁夫铁翁 袁新亭 长沙书画家尼济周 河南画家马国强 谢宾毅 丁坤 陈文立等 演艺剑书画名人 江坤 唐国强 律军剑和张铁林 今天在国际画廊展出者是来自北京冰雪画派的副会长 国家一级美术师 受国家津贴待遇的书画家吴国炎教授 圣洁之美中国书画展 开幕典礼 在三个小时后 我们即将举设一下 吴教授您对于国际画廊这个布置以及他们的安排的感想如何呢 吴教授 您对于国际画廊这个布置以及他们的安排的感想如何呢 吴教授 从我们到达文革华之后 特别是来到了国际画廊之后 我们感觉到这是一个非常专业的画廊 画廊有非常好的展场和足够的展览面子 有非常专专的 具备非常专业的画展布展功能 在整个的过程中 我们非常迅速 而且又非常顺畅地把整个展览布展完 这是我开始没有想到 让我非常高兴 您对这次的画展 这个特色是什么呢 能与我们分享一下吗 好的 这次画展的主题呀 正部画展的名字呀 叫圣洁之美 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 我们现在 我们生活在这个美丽的地球村 地球的美丽是我们生活享用的生存环境 但是它也存在着很多的意思 诸如环保和地球的绿色问题 那么作为一个画家 对此也充满了忧虑 我们用自己的画面来描绘画家的心理 感受 用我们画家的语言符号 来呼吁人们 重视地球的环保 重视绿色的家园 那么作为冰雪画家 试图从描冰雪世界的大千万象 来告诉人们 一个精明的社会 一个美丽的圣洁的环境 对于我们生存是多么重要 当然画家的力量是有限的 但是画家会把自己的感受 告诉更多的人们 让大家共同努力 一起来保护我们的生存环境 现在我们介绍一下国际画廊的总裁 陈默慧贤女士 请问您这次吴教授在这里展览的筹画 您的分享给我们吗 这一趟吴教授的画沟图很美 还有它的颜色 它的主题很统一 所以我们这一趟的报警很容易 还有我们特别为了这一趟的画展 特别助了专门的颜色的目光 为了配合整个画展 希望整个画展可以更加完美 请问一下今天开幕的嘉宾有哪些会来临呢 今天的嘉宾很多只只一趟 首先是三次政府的代表 国会省政府 市政府的代表 还有中国朱温哥华总领事刘菲大使 还有Pakistan朱温哥华的总领事 Dr. Muhammad Tariq跟周师生教授一起主理 其他的工商的写团 有中华卫馆 中华文化中心 中桥基金会 鸿门等 所有的写团也都有代表过来 还有媒体方面 春华社的社长 电视台 报馆 杂志 他们也过来采访 最后这是不能不提的 还有很多德购汪中的文化艺术的老前辈 譬如说李行简教授 张正杰教授 吉成教授 刘国华教授 物质德教授 王健教授 王真才教授等 那是很热闹 Kathryn 请问一下 你们未来的国际画廊的展出 有什么计划吗 明年就是很热闹了 因为明年2015年是中加尖交45周年 中加文化年 我们为各位预备了很多文化教楼 中央的展览 首先1月份 这是街中艺术家 书画大赛优胜作品展览 5月份我们跟这里主流的 中央的一个艺术家的团体 建拿大艺术家园门 FCA 主办一个 建拿大跨文化民间园展 7月份就有新朱 中加尖交 广东岭南派名家的人展 8月份就是中国实力派女画家 余卫 张慈 洪卫明的人展 还有其他国际及中国名书画家的展览 还在筹办在落实中 真是太好了 我们未来的几年 一定会有更好的成功 谢谢您 OK 谢谢 谢谢您的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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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